古瑞丹也急了,他心里不是不清楚,省委书记秘书这个位置,多少人做梦都想了,有了这个位置,今后还怕升不了官,发不了财吗?如果这个位置轻而易举地失去了,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他赶紧说,那怎么办呢?还有没有办法补救啊? 古瑞丹第一次表现出了一点女儿态,急得快哭出来。唐小舟几乎想爆笑,却又不得不忍着,并且将戏继续地往下演。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才说。 哎,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将那笔钱交上去,能不能过关呢?现在还不一定呢?但是,交肯定比不交好。交了,说不定下一次还有机会,至少能够保住省委书记秘书这个位置,就是一大胜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交,交,我一定交,明天一早啊,我就去取出来,送给你。 古瑞丹对唐小舟是言听计从,并且主动而且温柔地抱着他,一再地安慰他。 不知怎么回事,唐小舟心里竟然很受用,身体的某个部位一下子膨胀起来,血流开始加快。 他暗地骂自己,没有的东西,人家给点颜色你就灿烂。 你忘了以前受他屈辱了吗?你忘了直到今天,他还可能给你戴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吗? 这样一想,唐小舟的心又硬了起来,轻轻地推开了古瑞丹。 我心里烦,你让我静一下。 第二天,唐小舟的处长任命正式生效。 一大早,组织部的吻就下来了,这吻显然是早就印好的,只等时间一到,立即下吻。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让唐小舟惊讶的是,第一个跑来向他祝贺的,并且讨要祝贺酒喝的,是围城鹏。 看到围城鹏那张貌似热情的脸,唐小舟几乎想呕吐,若是他以前的脾气,说不准会朝他吐一口老痰。 可是今天的唐小舟,早已经不是昨天的唐小舟,他觉得自己已经练得很有道行。 就算面对谷瑞丹那种难缠的女人,都能应付自如,何况围城鹏这种势力小人呢? 围城鹏说要酒喝,唐小舟便说,好啊好啊,这次啊,处理只有我们两个人动了一下,我们恐怕得请全处一起好好喝一顿了。 围城鹏显得非常恭敬,唐小舟,那你看什么时候好啊? 这个,有点说不准啊,得等我哪天有空了。 这明显是一句屁话,他能有空吗? 唐小舟的时间,全都是照得凉的,就算有空,也一定像女人的乳沟那样,主动去挤。 围城鹏说,你是处理的头儿,我就是你的兵,周哥,唐处,你以后可得多关注小弟哟。 唐小舟说,那是那是,我们呢,彼此关照吧。 围城鹏刚刚离开,侯正德来了。 唐小舟进入省委办公厅已经半年多了,侯正德这是第二次主动来到他的办公室。 平常有什么事儿,也就是打一个电话,将唐小舟叫下去。 见到侯正德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唐小舟有点惊讶, 哎哟,侯处,你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儿啊,打个电话就行了。 侯正德说,哎,我呀,要来,我一定得来。 唐小舟一边请他坐下,一边替他泡上茶。 侯正德端了茶杯,像写领导报告一样说, 我今天来呀,主要有两层意思。 唐小舟很恭敬地说, 您说,第一层意思是向你祝贺, 第二层意思,这一年多呀,我是焦头烂额呀, 早就想有人接受了, 现在好了,你的位置定了,我的心呢,也就定了。 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把工作交接一下呀? 唐小舟说,侯处啊,侯兄, 你呀,比我大几岁,我叫你一声侯熊。 我说侯熊啊,你是一处的老人啊, 这几年一处的大半边天是你撑着的, 别人这么想我不知道,我也不管。 我心里清楚,关于一处工作的事儿, 我也认真想过,这担子呀, 还是主要由你来挑, 我呀,在背后支持你。 侯正德连忙摆动着双手说,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你是处长,自然是你主持处理的工作。 刚才上来之前呢, 我已经叫小孔把那间控制的办公室清理出来了, 每个星期呀,你恐怕还得到处理去看看。 唐小舟举起一只手,压了压说, 侯兄啊,你等等, 我呀,向你表个态, 一处的工作呀,该我做的我当然要做, 该我负的责任,你不用说我也会承担, 这个你放心。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有四个处长,副处长, 怎么说也得有个分工啊, 我和你需要达成磨叽, 不然我们这个处没法搞啊。 侯正德说, 我来找你啊,正是这个意思, 杨处这个人呢, 我和他共事一年多两年了, 总体感觉还过得去, 怕就怕围成鹏这个人, 我不说,你大概也有所了解, 不光不能成事, 大概还会坏事, 这个人,我是压不住的, 没有你唐处, 他肯定会把处理搞得乌烟瘴气的。 唐小舟说, 我说的, 其实和你是同一个意思, 我们四个处领导, 我的主要工作, 当然是服务赵书记, 主要经历啊, 肯定会在这方面多一些。 至于处理的工作啊, 我们两个人有商有量, 还是以你为主, 你放心, 我一定会撑你。 还有杨处, 你啊, 要注意策略, 要尽最大的可能团结的。 如果我们三个人一条鞋, 你想想, 围城鹏能怎么样啊? 侯正德有点一根筋, 还没有完全明白唐小舟的意思, 他说, 唐处啊, 你这么说呀, 是对我的信任, 我非常感激, 可你也知道, 我确实能力有限了, 这一年多, 让我主持处理的工作, 我是心力交瘁啊, 我不是说假话, 句句都是真实话啊, 一处虽然就这么几个人, 情况复杂得很啊, 个个都有后台, 人人都有关系, 这工作难开展, 那个围城鹏, 他能听进哪个人的话呀?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谁能管得了台? 还有创收的事, 眼看就要第四季度了, 今年的创收任务, 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双节的时候, 我是硬着头皮找了一家企业, 好说歹说, 总算给大家弄了点福利, 很快元旦就来了, 今年的春节也早, 这创收任务, 如果不能完成, 我会被大家骂死的呀。 为了创收, 侯正德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 国庆节前, 就曾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创收工作会议, 可是这次会议的效果, 和第一次完全一样, 半点实质性的进展都没有。 直到侯正德的来意之后, 唐小舟便说, 侯兄啊, 你放心, 创收的事, 我正在想办法, 不过, 我以前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有点难度, 但就算再有难度, 也一定要支持处理的工作。 你看, 这样好不好, 处理日常工作呀, 还是由你来牵头, 有什么事呢, 我们相互通气, 但我基本不过问, 至于一些比较麻烦的事, 比如创收, 我来想想办法。 送走了侯正德之后, 唐小舟又开始忙活起来, 让他忙活的是一些短信和电话, 都是向他表示祝贺的。 在向他表示祝贺的人当中, 有一个人十分特别, 这个人就是赵德良。 赵德良当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 非常直接地说一堆祝贺的话, 他的祝贺方式极其特别。 下午四点钟左右, 赵德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对他说, 今天没什么特别的事, 下班后啊, 你可以早一点走。 作为省委书记, 完全没有必要打这样一个电话, 唐小舟因此知道, 这是赵德良以自己的方式放了他的架, 以便他有时间和朋友欢庆一下。 越是得意之时, 人的情感越显得苍凉孤独。 唐小舟甚至开始厌倦 以前那种浮华忙碌的生活, 反倒想追求内心的宁静。 此时唐小舟最需要的, 是和红颜知己的默默相望。 脑中冒出红颜知己这个词, 唐小舟自然想到了孔思琴, 或许孔思琴堪称是红颜知己。 转而异想, 他算吗? 情感上似乎彼此有点意思, 但是唐小舟更清楚, 他们这种感情是非常现实的, 也是非常脆弱的。 和孔思琴之间的感情是不是爱情, 令唐小舟怀疑。 那么,和王精平之间呢? 那是爱情吗? 王精平从来没有向唐小舟提出过任何要求, 两人只要见面, 便是畅快淋漓的性爱。 至于徐雅公, 唐小舟就更加不相信是真正爱情了。 但唐小舟又想, 管他是不是爱情呢? 和徐雅公在一起, 总比面对家里那只母老虎要好一些。 这样想过, 唐小舟便拿起手机, 给徐雅公发了一条短信。 转眼间到了11月底, 侯正德找到了唐小舟, 还是同样的议题, 眼看今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 创收任务还没有着陆, 这可怎么办?